今天天天焦点来说一个话题 美国和土耳其 我们先来看两条消息 一个是经济日报 美国准备向土耳其出售爱国者导弹 那么俄罗斯就说已经落实向土耳其交付S400导弹 而俄罗斯的官员又说 土耳其购买美国的爱国者 不影响和俄罗斯S400导弹的合同 那么这里面土耳其买的就是爱国者导弹 而且大手笔一买就是35亿美元 这是来自于联合早报的信息 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观点 美国说好了制裁土耳其 怎么突然又变卦了 这就是美国 美国总是朝令夕改不断的变化 这比较符合特朗普的实际考虑 为什么 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讲的话 军火生意是一笔大买卖 远远比政治分歧要强得多 所以只要能挣钱 其他都是次要的 包括你看沙特拉伯 卡书籍的事情压根没有影响 特朗普向沙特出售军火 而且他说什么 说如果我不出售军火的话 中国俄罗斯一定会趁虚而入 给沙特卖武器装备 同样的道理 他会认为土耳其的武器装备 如果我不卖的话 中国跟俄罗斯又会趁虚而入 所以不仅仅是35亿美元的爱国者大单 另外还有120架F35战机 也将会卖给土耳其 120架涉及到的金额 将会达到120亿美元 所以在特朗普这个商人总统眼里 钱比什么都重要 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 确实是土耳其逼迫美国做出了让步 当然美国也会从中讨价还价 比如你买我更多的武器装备 那么从土耳其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实际上是拿卡书籍的问题 来逼着美国去让步 如果这个问题上 你要是不做出让步的话 我会公布更多的证据 让你特朗普政府非常非常的难 而且不仅仅是买武器装备这么简单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想要一个人 居伦在你美国 他涉嫌发动了2016年 对埃尔多安的军事政变 这个人你得给我引渡回来 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在整个中东大的利益格局里面 他不愿意得罪土耳其 不愿意得罪沙特 也不愿意得罪以色列 如果能够讨好这三个国家 对于美国的新中东战略 是大有好处 所以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的话 土耳其和美国之间是相互做了妥协 也就是土耳其会在卡苏吉的问题上 看似会配合特朗普执政团队的想法 就是把这个事情要大事化小 小事化聊 最后让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关系 能够重归于好 不会因为卡苏吉的事情 导致双方关系破裂 而军火大丹最后旁落 所以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的话 土耳其确实是利用了卡苏吉事件 来制衡美国 当然美国也一定会用自己手中的力气 比如军火生意 来撼动对土耳其实际的控制 那么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字 妥 东北话叫妥妥 妥了 那么实际上它是妥协的意思 双方都同意 就是所谓的妥协 所以土耳其跟美国之间是相互妥协 最后达成的结果是什么 事情办得妥妥的 所以国家之间只有利益 不存在所谓的友谊 好